那这个少华弟兄啊 我是怎么认识的呢 他的妹妹啊 少姨姊妹啊 在这个 到台北去啊 工作的时候啊 他就交通啊 要到台北啊 找个地方住 那就借由弟兄姊妹的交通啊 他妹妹啊 就住到我们十六会所的 在职姊妹之家 那听着这样呢 那妹妹就在我们那边 一同过教会生活 那时候少华弟兄啊 是在台北还在读研究所 那时候啊 我们就常常跟 就听到少华 但是不认识他 后来就跟他妹妹交通啊 那就约你哥哥啊 一起来跟我们过教会生活 也是这样一个情形 我们就认识 很感谢主 那那个时候呢 那个少华弟兄啊 的确课业很忙啊 那也很少来聚会 但是呢 跟我们啊 借着啊 常常的邀约 有爱宴有活动啊 就邀他来 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啊 少华弟兄啊 就跟我们啊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啊 常常一同的啊 追求读经 请祷告 感谢主 那后来过了几年啊 少华弟兄啊 嗯 这个工作 那个也奇妙啊 就在我们公司的楼下 那个我是在台电公司啊 我们那个大楼啊 那个罗斯福路的大楼啊 那我们少华弟兄啊 他们是特别 这个主派来的 维护我们大楼的 做那个电器啊 各方面的维护的 所以呢 他就在我们的这个大楼地下室那边也在工作 所以我们也很亲密的一段时间啊 常有交通 那感谢主呢 后来少华就离开又到新竹去工作 那我们也是很祝福他 因着这个到了新竹啊 就就有点鞭长莫急啊 有点这个顾不到 但是常常还是有在电话有交通啊 常常关心我们的弟兄 我知道他一直没结婚啊 也为他祷告啊 感谢主啊 那后来听说他又回到台中了 那去年呢 就很奇妙啊 少华弟兄有打电话给我 说他 要 约我一起吃饭 我说好啊 就一起约我吃饭 然后他就是啊 原来就是要介绍他 正在交往的 淑慧姊妹 感谢主 很奇妙 我就跟他约在三会所对面 那个 道路那边就怎么只看到少华弟兄 淑慧姊妹怎么不见 因为十会姊妹啊 站在他旁边 隔两个路口 很隐藏的 隐藏在基督里面 奇怪 姊妹怎么不见的 因为三会所啊 姊妹全世界都 认识很多弟兄姊妹 所以他就站得很远 他吃饭呢 也不敢不敢 在这个大街上 找到一个巷子里面 在那边跟他们有很好 甜美的交通 对 感谢主啊 长话载说 那后来呢 他们就准备要结婚了 就啊 这个受邀到他们家去 这个 淑慧姊妹的爸爸我也见过 喜乐 很亲切 然后到他家去提亲 感谢主啊 那原本呢 这个 要还参加他们的订婚聚会 结果 结果那天刚好 肠胃炎 爬不起来了 我姊妹就 这个 不吃我 就没有 一同没有来了 但是今天啊 很奇妙 我们也是姊妹 要一起来 结果呢 早上五点多 就接到医院的通知 这个 护理支架的通知 我院母要住院了 所以我姊妹啊 这个 就要趕到医院去 那我就送她去 那我本来是说 也要到医院去帮忙啊 我说这个 今天不能来了 要像上次一样 要打电话 跟他们讲的临时 说要取消 但是呢 我姊妹说 她来处理就好了 她说啊 我务必要来 大家这样的结婚聚会 在身体的扶持里面 喜乐 感谢主 那 我是 有很多的经历啊 要见证给这位新人 但是呢 简单的说啊 就是啊 夫妻的交往 保守纳琳的衣 很奇妙啊 这个 主在我们中间 是我们和平的连锁 那我姓啊 主也在我们 少爬弟兄 跟 朱慧姊妹中间 要成为那个和平的连锁 那以活走书四章啊 四到六章 那里说啊 一个身体 一位灵 正如我们蒙昭 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昭的 一主一信一尽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 你看这个七个一啊 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所以呢 只要少爬弟兄 您在邻里 保守纳琳的衣 就跟我们 淑慧姊妹 就能够同心合育的 在暗远 共同的来建造一个属神的家 阿们 感谢主 愿主祝福他们 阿们 保守他们的一生 阿们 感谢主